哈喽我是三三 每次我发厨房的视频 我发现评论里面最多的就是问我 这个厨房怎么打扫 我想是因为我不做饭的时候 在台面上摆了太多东西吧 第二点就是看起来太干净了 仿佛没有生活痕迹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让厨房保持得像样板间 每次做完饭以后 厨房真的很脏也很乱 我每天打扫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台面上所有的脏碗 全部用清水清洗一下 能放进洗碗子的全部放进去 并没有严格的按照哪些能放 哪些不能放 毕竟我把灶的架子都放进去了 反正最后不管是啥 它都会洗得干干净净的 然后先打扫 炒菜区 我先把这个区域喷上油污清洁剂 我一般是先用厨房的一次性湿巾擦两遍 最后一遍用清水抹布擦 我的臭油烟精因为是白色的 所以维护其实很重要 每一顿吃完饭以后 必须把它擦干净 不然隔两天以后就会特别难擦 然后灶的区域是油污最容易堆积的地方 我都会把灶架拿开 把这个地方擦得干干净净的 台面也必须擦干净 不然容易森色进去 厨房这个可拆卸小隔板 每天使用几率也很高 会在这吃饭和备菜 白色板子不擦干净就很灾难 两个烤箱和微波炉 只要用了以后 每顿饭也必须擦干净 不然会滋生细菌 然后开始处理洗菜的区域 洗菜的水槽 我每天都会用清水先把里面冲一遍 然后再喷这种油污清洁剂 用刷子刷一遍 然后再清水冲一遍 这样重复两次 就会特别干净了 然后台面两边 基本上都是一些积水 擦干就好 这个下面是按了垃圾处理器 每天会有很多湿垃圾往里面倒 所以每天结束后 我会往这个机器里面丢一块清洁块 不然时间长了 内部会很脏很臭 而且也很容易堵塞 其实这样打扫完以后 台面都很干净了 厨房的地面我是不打扫的 扫地机器人先扫三遍 然后再拖三遍 基本上可以干净的打广角 但是如果有那种特别大的垃圾 我会给它剪了 因为它吸不进去 还有那种比较顽固的 需要用手抠的 它也拖不掉 得自己来 然后厨房里面还放了一个这种可以吸水的海绵托把 洗菜做饭的过程中 会有一些水洒在地面上 我会用这个把它及时吸干 以上就是我每天的日常清洁 但是说实话 把厨房装成这个样子 光靠日常清洁是不够的 一个月大概我会大扫除一次 视频太长了 就下一期给你们分享吧 好了拜拜